这两位选手都是新牌的签约手 我记得好像亨德迪斯最早和中国新牌签约的外国选手 这是邀请赛新牌两大主角了 刚才丁俊辉站在球台前面什么意思呢 让这个摄影记者拍一张照片吗 大概季风还没弄完 感谢观看 写回这杆力度不错 好 亨德迪要进攻了 好球 运气也好 对这个球顶了一下之后呢 我可以继续叫黑球 但这个角度好像有点直了 那粉球好像没得下 黑球有点直了 好 打粉球 带一颗出来 好 接下来没得打了 很可惜他这个粉球他现在打了厚一点 能带一颗红酒出来 主球位置能停到一个进球的位置 小灰这干肉了 嗯 亨德迪只要我们所说的地干定住以后角度就自然出来了啊 小灰这件事 小灰这件事 我说是 直接走这颗红球解决黑球 这球打的我觉得他还是五分走这个红球有点轻了 刚好漂亮 好球啊角度流出来了 嗯 如果按照这样的走法 他中带肯定应该这个红球有 就最下面这个红球 好球啊 好了 开始要撞红球了 嗯 球队撞散之后呢效果并不好 打薄了一点 嗯 嗯 组球还是没力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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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防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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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连打带弓 这球这样的处理会比打左侧 那颗贴裤的球做一个防守其实要好很多 对 因为他对这个主球的控制肯定能掌握 因为距离近的近距离之间的掌握掌控能力肯定会很好 嗯 直接滴杆炸开了 哦 差一点 有这想法 哈哈哈哈 嗯 并且主球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 基本上是贴裤了 球杆